是第五組 第五組這部作品 它一直都是一個 每次大家介紹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作品 為什麼呢 在2016年 那個時候 一個日本的劇作家 來到了台灣 他參加台灣動漫展的活動 他看到了什麼呢 看到台灣的布袋戲文化 在現在的一個發展 那他覺得非常的驚艷 因為 戲文化在各個國家 其實都是屬於傳統 表演戲劇表演的一種 可是只有台灣把它發展成 這麼娛樂性質 相關效果 一流啊 各式各樣華麗造型啊 劇情千奇百怪啊 魔幻刻幻啊 這麼樣的蓬勃發展 當然只有台灣有 那他就把這樣子的一個 文化呢 帶回去了日本 拖了一桿子的好朋友下水 所以我們也來做一個 布袋戲的一個作品 那所以日本的 Nitola Plus公司 Good Smile好微笑公司 那以及台灣的 霹靂布袋戲公司 三個公司呢 就合作 在2006年 推出了一部叫做 東黎劍遊記 Santa Porto Fantasy的一個 獨立的布袋戲作品 那這部作品當然也在 亞洲區 甚至全世界 台灣日本 都掀起了很大的一個 人氣跟討論 很多人不知道 布袋戲是什麼 甚至他們的布袋戲 可能跟我們 認知的布袋戲 是不一樣的 而今天呢 我們的第五組的 參賽隊伍 吉亞戰隊 他們就要為大家 帶來東黎劍遊記 裡面的其中一段劇情的表演 非常非常精采 讓我們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第五組的參賽隊伍 吉亞戰隊的演出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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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